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下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中共政治局发布简短的官方决定 讨论了二十大召开的时间 外界认为二十大会议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根据北京的决定 二十大会议上将为所谓的全球强国计划 制造行动纲领 相关计划被认为是一份科技与经济有关的蓝图 纽约时报认为 从习近平政府最近的声明和演讲来看 北京可能会在二十大上强调国家安全和共同富裕 近日 在辽宁地区 习近平宣称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直接有关 这一主张是在中共与外国关系迅速下滑之际提出的 同时 北京政府包括清零在内的多项经济政策 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推手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专家张克斯认为 他预计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对私有企业巨头的监管加剧 大多出自于北京的政治决定 并不是经济决定 对于中共而言 政策只有在党内一致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 才会被公开 现在中共政治局中不会对地产政策或者金融风险隐患发布质疑 中共的求是网称 将在9月1日刊出习近平的谈话 宣布构建发展新格局 开放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这一做法被认为是用来反驳中共当局准备走内循环 闭关锁国之路的说法 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中国的经济数据已经能反映出国家经济还在继续全面的下滑 从今年5月份 李克强召开10万人会议开始 一系列的不救措施一直在出台 三个月过去了 几乎毫无效果 中共财政部8月30日发通知强调 要过紧日子 今年3月 中共财政部公布数据 2022年财政部收支总预算大约是78.5亿元人民币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大约30.5% 而中国新闻周刊8月29日报道 经济下滑加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紧张 夺底政府靠伐末创收 近日 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14年来首次小幅减持中国比亚迪公司股份 消息一出 比亚迪股价连连暴跌 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据港交所8月30日的文件 本月24日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以平均每股277.1元港币 出售了133万股中国比亚迪公司在港上市股票 套现将近3.69亿港币 交易后 其持股从20.04%降到19.92% 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 自2008年9月 以每股8港币认购比亚迪股票 总金额大约是19亿元港币 占比亚迪股份7.7% 包括在香港 深圳和其他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持仓14年没有动 这次交易投资回报率超过了34倍 北美投资策略专家麦克森认为 比亚迪股价估值到顶 巴菲特在利润大幅增加时卖出 后续应该会继续减持 他向希望之声分析 高能源前景看好 但是估值过高 比亚迪港股连跌2日 31日跌幅扩大至近12% 30日比亚迪美股也大跌 此前曾经有相关传言引发比亚迪出现近2年来的最大跌幅 据7月12日港交所的资料 前一日比亚迪2.25亿股被转让给了花旗银行 当时就有市场人士猜测 股份应该来自伯克希尔哈萨维 不过后者并没有披露相关减持的讯息 后来被认为是虚惊一场 很多投资者追随巴菲特的商业嗅觉 他是否会继续减持比亚迪股票引发关注 显示投资人的担心 彭摩社援引香港卓会投资分析师弗安克林的话说 这可能会动摇许多机构投资者 对比亚迪股票的坚定信念 也将会使很多比亚迪股票的投机者感到紧张 因为他们信任巴菲特的判断力 31日比亚迪相关部门人士回应媒体称 市场关联说法很多具体真实情况并不知道 不用过度解读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慧林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 巴菲特不是一般的投机客 他是投资者 他的买卖很值得参考 所以在股市会引起波澜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表示 近期美联储的升息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强 还要猛 引发股市持续下跌 通常此时基金投资大户 会有赎回调动现金的压力 就会卖股票填补 他向希望之声分析 8月29日晚 电动车龙头企业比亚迪刚公布最新的财报 今年上半年 该公司净利润35.95亿元人民币 年增长206% 近期比亚迪高调宣告 进军多国汽车市场 包括以色列 瑞典 德国 日本 泰国等 吴惠林补充说 除了需要观察比亚迪本身的财报和经营 有没有变化 现在中国的政治层面尤其重要 中国安邦智库上周日发布报告称 清零防疫措施必须改变 否则可能发生经济停滞 目前该报告已经被全文删除了 目前为止 安邦智库在两个平台上都彻底的删除了这份报告 美国之音8月30日报道 普遍的预计 中共的清零措施至少会持续到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 安邦智库成立于1993年 曾经为中共的中央金融和经济领导小组服务 并为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研究和咨询 该职库表示 清零导致公司和社区反复的关闭 带来的经济影响比去年更严重 所谓冻结效应可能比2020年疫情爆发 造成整个经济暂时关闭时更糟糕 北京动态清零政策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中国私营开发商碧桂圆控股 30日公布的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96% 核心净利润同比下降68% 总收入同比下降31% 董事会不再派发中期股息 这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的行情还在恶化 本周中国华融和中国信达的报告称 由于房地产危机加深导致信用减值激增 上半年收益大幅下滑 中国的不良债务管理公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由于在行业繁荣时期向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大举的放贷 以及在其他领域不断的扩张 使73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遭受了严重的信贷损失 并使其债券暴跌 中共国务院8月29日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李克强说 今年针对新挑战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 他宣称 要把政策落到位 稳就业 稳物价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不过李克强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在清零政策面前似乎也是无能为力的 东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西宾车 他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站在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边缘 而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曾林分析 中产积极越来越能感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 例如收入停滞或房地产价格下跌 如此政府会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 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案 曾林表示 增长乏力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问题 如果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未来几个月违约率上升是可以预期的 他指出 最有效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 是放弃严格的清零政策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也认为 糟糕的经济数据的主因是疫情清零政策 这让中国走向经济道路 你不知道下一个风险区在哪里 财新网报道 大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独立委员陈大同 自从8月中旬被有关部门带走后 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有媒体分析称 这场逞速行动显示中共的举国体制 与半导体行业的本质相冲突 制造芯片的理想在现实中碰壁 财新网8月30日报道 近日从多名人士处获悉 过去半个月 陈大同手机都是关机状态 陈大同是大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独立委员 在数家芯片类上市公司任职 担任北京军政监事 江伯龙 中科兰讯董事 安吉科技董事等职务 报道称 这说明围绕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反腐风暴 仍在持续 纽约时报认为 这样的做法反映了北京的芯片强国号召 成为了空谈 2018年4月在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后 习近平特地视察国有半导体公司 长江存储科技公司的一家下属企业 这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感到 中国的科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 是建立在西方技术基础上的 尤其是芯片 芯片行业极其复杂并相互关联 对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十分依赖 由不同地区合作而完成的 包括美国的设计 台湾和韩国的制造 以及荷兰的设备等 每个地区的优势 都是通过数十年的资本支出 和研发建立起来的 英特尔前中国公司总经理唐瑞斯说 任何考虑推动半导体行业 自力更生的政府 都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因为半导体代表了一种最困难的制成品 一个国家不能靠自己来包揽一切 纽约时报认为 随着二十大的召开 北京应对空前的挑战 尤其是来自外国政府的技术制衡 8月9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过了芯片法案 该法案投资金额2800亿美元 目的是加强美国国内的半导体 在制造设计和研究方面与中共的竞争 使其更难获得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而在法庭正式生效的当天 负责管理中共国家芯片大基金的 华新投资管理公司 有三个人同时落马 外媒报道 大基金的腐败与失败 反映出中共举国体制的弊端 对于北京的发展是明显的挫折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今天我在推特上看到 有推友提到了中国的疫情经济 他举例说 消杀一家理发店收费16000元 在黑龙江大庆 土豆经营部 净价美金1.2元的土豆 售价从1.4元美金涨到美金2元 执法人员认为 土豆经营部借疫情哄抬物价 罚款30万元 有网友评论说 这比直接明抢还厉害啊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